大家好,后面这个人人生而自由看不大清楚 移动一下,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人人生而自由 今天晚点抱歉,因为我这些天一直睡不好 所以今天我想想,毕竟状态不好来讲,还不如多睡一份 所以我就多睡了一份,然后也没有去多媒体市 就在我们平时以前用过的地方,人人生而自由,这个也更好 今天我们还是接着讲日本的制度 上次我们讲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 这次我们就讲选举和选举系统 或者选举体制和党派系统 就是它这个开篇这句话就是,尽管日本有很多党派 实际上它是一个单一党派系统的国家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那个以党独大 原因就是它这个自由民主党从1955年开始建立起 一直就是执政党,差不多 中间就被七个党派,小党联合就一届被推翻了 但是后来它又重新执政了 那个眼睛总是变形啊,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2009年 2009年就是上面提到第一次被它的对手就是民主党 日本民主党给击败了 然后2012年就自由民主党又重新执政 就是下院480个座位,就像个众议院 然后它有这个选举叫什么,选区 它有两种混合式的,一个就是单一选区 就是一个选区只有移民候选人 不是,只有一张选票 就是在这个选区里不管你多少的候选人 最后只能选出一名议员 这就相当于英国或者美国的银者通吃 即使你只得到了50%多的票,你就当选了 另外49.9%的人就失去了他们代表 就没有被代表 所以这是一个,从理念上说是一个在民主国家 是一个不民主的一种表现 所以就后来他就也加入了这个党派名单 就是你可以选哪个党 然后在这个党里面 他这个像这种党,叫什么 以党派名单方式进行选举的选区 他就不止一名候选人 他这个将来我会在德国政治制度里面详细讲 就是你选哪个党派,都选哪个党派 然后他在那个党派,他自己分配他们的议员 这样就有明活性 当然也给了个党派过大的权力了 就是党派他们就可以决定 谁去当议员,谁不去当 这也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他们党内也要进行选举 所以就是设计到比较复杂一点 当然也可以不断完善 他就是这种单一选票制 它是300个座位 然后他那个比例代表制 就是上面说的 在那个你只选哪个党派 党派名单制 选举是180个座位 所以他这个 还是这个单一选区的这种比例大 然后他就选举了 他有这个两票 一票就是选这个单一候选人 一票就是选这个党派 就跟德国的事差不多的 估计也是从德国引进的 日本也从德国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上院相当于比如参议员 还有242个座位 然后他这个选举体制的是146个座位 是146个议席啊 是就是说那个单一选区 就是多数选举 多数代表 也叫什么 多数投票 多数 哎呀就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你得票多你就赢了 那就是在147个里面选区里面 他就不是他这个不是单一选区制 他跟那个下院不一样 他就是嗯 叫什么 谁得票多谁赢 这叫什么 多数选区 多数选举制 多数票 多数票选举制 47个选区里面选164名 146名议员或者146个议席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96个 叫什么 比例选比例代表制的 就是这96个是在全国范围内 就不是在选区里面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选96个 就是你选党派 让党派在拍选他们的这个代表 就是占据议员的议席 议院的议席 嗯 然后更多的这个选举系统的特征 嗯 就从1994年开始啊 这个选举法就开始就更有更对这个 呃 自由民主党有利 他们对就是把选举法给更改 他们实行了这个多数 呃 叫什么 是前面提到过的 多数代表 叫什么 多数得票制 就是你得票多 占多数你就赢了 得票你多 这我不知道公国应该怎么说 嗯 赢你嘛 也不知道 也不是赢你那边 就是多数 多数票 多数票多数票 多数票 多数票 叫什么 赢 啊 嗯 嗯 像这种就是多数票 嗯 多数赢取之吧 暂且这样说吧 就是他就是更多的倾向于个人 而这个就是一个弊端的 就是有些人他会表演的 他会说谎话的像川普这样的人 他瞎说你就很多 也有些选民他也出于愤恨啊 出于对社会布公啊 他高兴的 他可能就受影响 他就不理直的投票了 所以这个不大好 这也是个弊端 因为这个自由民主党都在政团上 都是占据重要地位的 所以大家都认识他 这一自然的情况下 人们投票的话 就愿意投这个自己知道的人 或者起码知道他的名字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弊端 但是被这个执政党会引进了 被他引进了 对他自己有利 嗯 然后现在就是对这个自由民主党的介绍 对他的定义的一个就是保守党 然后就是这个市场经济 倒向的党派 1955年到2009年就一直是执政党 嗯 嗯 但是他这个也有意思 他这个自由民主党内部又分很多派别 利益集团 所谓的毛泽东说的 党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是这个 但是他这个影响啊 就是这些党内的派别的影响慢慢变弱了 比年轻人的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的长大崛起 他们接受这个西方文明理念 普世家的更多 所以对那个传统的什么等级制 什么这些极权主义啊 这些都比较反感 嗯 另外一个党 Kometo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上次也查过是什么意思 有忘记了 公民党是什么 公 公 公民党 日本公民党 Kometo 公民党 有点像古汉语的发音 就是他这就有一些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倾向 然后就还有这个就是叫什么 经常大家很多人批民的叫什么 跟暴民有点像的叫什么 什么主义啊 不是暴民就是呢 很多人就是哎呀 不好意思啊 睡得还没完全清醒 就是大多数人民有一个贬义词用来形容他们叫什么 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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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宗教的背景 然后就是 嗯 嗯 他这个有意思啊 他的主要的 呃 叫什么 主要的成员 就是这个一个叫 一个一个叫教派啊 他是 新佛教派 叫什么叫 索卡嘎 嘎嘎嘎嘎 我查一下汉语 应该叫什么名字 索卡嘎嘎嘎嘎嘎 索卡嘎嘎 因为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的宗教改革佛教改革了很久了 他们就是这个他们出嫁人可以结婚 所以就是供与的和尚都很羡慕 对我来说这就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再成和尚 你不是出嫁人怎么能成和尚呢 我来 应该就是完全他们好像现在就不知道日本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索卡协会 他就叫索卡 看一下他的发音 嗯 发音在哪里 现在没法发音 他就是这个新佛教宗派 教派 然后他们还有这个日本民主党 他们是中间偏左的党派 嗯 嗯 趴太 容易跟 容易跟 容易跟我们的老宋哥是什么 我说的 他是在这个党派的改革中产生的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也很好 就是为了这个消除或者是就是消除官僚主义 和这个社会公正性和增强社会公正性 他们的得票率也不低 他在下一院里面下一院里面有53个席位 他们说总共480个 是10%强 然后还有这个上面提到的那个日本Restoration Party 就在建党 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他们是叫他们的特征是什么 他叫做国家自由主义 秦相 然后是53个席位 跟这个上面说的那个 德国民主党的 日本民主党的 德票 那个叫什么 席位是一样的 赚着的席位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很多很多非常小的党派 他们有34个 占据34个议席 其中有Your Party 就是你的党 在德国也有这个党 你的党 还有就是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有8个席位 然后就是人民生活党 People's Life Party 有7个 不好意思 刚喝了很多汤 精神不好 倒了蛋汤 然后就是社会民主党 Sociana Democratic Party 就是两个席位 社会民主党在日本不知乡 他们还有这个公司或者叫企业主联盟 和这个工会 劳工联盟 实际上他们的所谓的劳工联盟实际上就是 Betriebsgewerkschaft 就是他们这个 Betriebs就是相当于经营 经营一个企业 一个公司 主要是公司工会 我查一下这个具体的中文翻译叫公司工会 公司工会 它代表的实际上是公司里面的高管 它并非代表普通劳工 它这上面说的是它代表仅仅代表 就是大公司大公司大企业里面的骨干 就是上高管 因此它就是一个就是 叫什么占据好位置的少数人 在这些叫什么工作人员中 叫劳工中 它只有18.5%就是这些工人 公司里面的劳动者 他们只有18.5%加入这个工会 比例 比我想的要高 我以为高管可能就5% 然后还有四个利益协会 就是他们就属于的 前面提到的就是公司 企业或者是什么 企业主协会 他们有四个利益 下面四个利益分会 或者利益集团 FIA HENI KONG DEA WEI 的 SAWTHFIA BAND 开单任務 日语 职业就是经济集团联合会 他们就是雇主协会 就不是劳动者 是雇用劳动者 然后就是工业和手工者 协会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就是 经济 年轻企业 协会 就是为了经济 就对汉人 怎么翻译 他执意就是 年轻企业和新企业联合会 为了经济 中文发展什么 经济新企业协会 然后他这个党派的 叫什么 经济来源 或者是经费 就1994年 在这个选举法改变之前 或者选举 暂度法 或者暂度 选举法改变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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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助给党派 但是 自1994年以后 就禁止了 捐助 向这个 政党联 叫 发个词用的 就是 医院里面的 这个组团 组团主席 就禁止向组团主席 捐款 我们在别的国家 那个议会制里面 讲到 他医院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党派 不同的派别 或者是不同的工作范围 一个发个词用 英语 Fiction 他们就是 负责于某个方面的工作 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叫什么 组别 或者叫什么 他的领导人是不能直接接受捐助的 相反 这些钱就都要捐给党派了 然后他们也有国家对党派的支持 我多次提过德国的 它是你只要是超过了5%的得票率 在议会里面 就可以占有席位 然后你也可以获得这个政府的 叫什么 党派经费 你每得一票是 上一届是将近八毛钱吧 所以这就很多了 你德国有八千多万人 大党派 你看大党派 他可以得票几千万 那就是将近 差不多是一票一欧元嘛 就将近几千万欧元 然后这些议员们呢 他们自己既是议员 又是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自己给自己制定很高的工作 以前德国议员是免费的 义务的 都是那些真正的是德国望重的 有理想的人 才便于去当这个议员的为民说话 当然他们也可能就是为他自己家族利益 或者经济利益 这是一个方面的 但是后来慢慢就是随着这个投机者增多 很多就是职业政客了 他们就不工作了 就专门就是当议员 然后就每个月就是一万多的 他们不但地给自己提高待遇 反正政府也是他们把控的 也没人提反对意见 就加到一万多了 然后还有补贴 因为他所在的选区 肯定不是所有的议员都在柏林 都代表柏林选区 所以他要不断地往返 每个星期往返他所在的选区 他要和选民沟通 再去柏林 每个星期有两天或者几天在柏林 然后另外几天在家乡 他所在的选区 然后补贴也很高 然后他在柏林的房子也是有补贴的 生活的 他在柏林住就算是出差了 所以补贴也很高 然后就是 1994年 在柏林选区的选区 然后和这个比例代表者混合了 什么叫赢者通吃选举制 英语叫什么 winner take all 就是赢者通吃 赢者得到一切 赌博的那种 所有的筹码放桌子上 如果你的筹码都是你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的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就是 在亚洲是领导领导领导者的地位的 叫什么工业经济 实际上第三大的经济体 民众经济体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8,491亿美元 比中国高很多 然后他的经济架构 经济结构 就是以技术为主 高科技得到充分发展 以出口为导向的 然后就是向全世界充分扩展 然后也在全世界占领导地位的公司 大公司 像什么机器和汽车 然后还有电子 还有化工 他们都占前列子 或者是领导地位的 从2011年11月3日 或者3月11日 3月11日 因为它就是三个因素导致了它的经济方面的倒塌 这是叫什么 衰落 一个就是地震 还有这个叫什么 河歇路 在什么 福库斯吗 中文叫什么福 不是福田 大家知道那叫什么 就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 tunami 什么是tunami 看一看 海啸 不好意思 这个是 这竟然是不知道这个词 海啸和和蝎漏 导致了这个情况 经济的衰落 然后就是日本经济的状况 就是80年代结束 就是那个经济泡沫 都知道了 就是房地产 就地产的价格 就是非常高的被人为推高了 那就给人们一个错觉 就是日本的经济 会永无尽头 永无止尽的高速发展 然后90年代的时候 就停止不前了 经济就开始停止不前 到2000 至2007年 就又进行了一次经济增长 这个大家可能还不怎么注意 然后在2008年到2009年的 这个世界经济大危机 已经日本大规模缩水 而日本还负债 高高的负债 这个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是不太清楚 日本负债率很高 然后他的外交政策 就是基本方针 就是和日本结盟 日本盟国 他们安保同盟 或者叫什么 日本安保同盟 之一就是叫安全合同 1952年 叫做定立的 或者缔结的 那就是积极的多极政策 或者多重政策 那就是特别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的 很积极 那么它属于G8 叫什么成员 然后就是非常固定的成员 固定的组成部分 就是欧元美元经济共同体 欧美经济共同体 然后就非常非常积极的介入 叫什么和平 人权 还有这个法治国家的活动 推动国家法的建设 但他们本国的也是不太法治 这些那些儒家的什么 那什么叫什么 等级这样的垃圾传统还很多 然后他也是在这个东亚 他属于这个 叫什么安全政治的成员 议员 就是维护东亚安全的 他们有这个澳大利亚 还有南韩 还有印度 四个国家 就是ZESIA HATS POLITISHER PART 10 就是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安全 同盟或者叫什么安全组织的议员 他还是这个联合国 第二大资金贡献国 缴汇费的 一是美国 二是日本 中国成年吹 吹什么狗屁的故事 然后他也就是联合国里面 维持和平的 维和行动的参与者 他属于这个南茂 叫什么 维和部队的成员 经常被这个维和部队派遣 那就是关于这个 他这个和平进程 以及他这个军队的 再 叫什么 再建他们的军队 这方面不但的取得进步 或者是获得进展 包括像在这 伊拉克 阿富汗 东地文 还有康波加 柬埔寨 维和行动 柬埔寨的维和行动 我还不太了解 是因为这个 佛教徒和基督教 和穆斯林的冲突吗 知道吗 然后是欧盟和日本的关系 他们就是长期的对话 嗯 非常迫切的 非常渴求 就一个自由经济 自由贸易的协定 然后就一个包括多方面的一个政治框架内的协定 这是他们的目标 然后就是特别提到日本政治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党派内部的派别问题 这就是他们并不是统一的 内部也是争权夺利的 表面上就是他们有这个传统 跟共匪一样的 反正我们都顶着一个名字 然后大家各干各的 然后就是这个集体叫什么自卫的权利 或者是集体自我保自我保护的权利 然后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党内的派别问题 派别主的问题 前面提到过 他们这个影响力 但是这派别的影响力慢慢降低了 其实在这个自由民主党 日本自由民主党 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他给他搞了一个定义 叫什么叫泰园 就是说是群体或者是联盟 在一个党派内部进行交易 或者叫什么运作 或者叫什么 互相之间的应该叫交易 但是交易这个就听起来太商业化了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运作或者是互相 双方之间 各方之间的 叫什么 中文那个叫什么 操纵 不是什么 操纵 这个执意这个词 肯定应该是操作的一词 中文我一直没想起来合适的词 但是它是虽然看起来像是官方上 表面上是在这个党的系统内 党的这个层面层次 实际上它是在党下 在党内部 这个层面下部 然后党派系统 就是团体系统 各个团体 它是在党派内部的组织方面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形式 就是得了确认的 得了公认的一种形式 甚至是官方形式 然后它是固定的党派 而且它这个党派 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小翅膀侧翼 他们相对这些临时 就是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党派 派别集团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就是 真正的明确的内容的 提出真正的明确的内容 这个派别或者那个派别 不同的目标 就是团子 然后就 那就是代表特别团体的利益 然后就是 当然他们就是主要 就是为了这个权力和这个功能方面的控制权 权力和功能 嗯 它这功能 这中文不知道应该翻译什么 反正这个直译这个词 跟英语德语就差不多 德语是啊 Function 英语就是Function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功能的意思 就是一个机器它运作就叫 Function 列文 就是从这个词来说 Function 是名词 Function 列文就是动词 就是运作的意思 嗯 嗯 英语德语是 Gabe von Macht Position 的一个派别人 我们应该用 他们就是为了分配这个党内和政府的全市地位 全市位置 叫什么 位置 位置 就是位置 然后就是为了实现他们这个各自的各自不同的利益 上面说的就是为了分配权利 下面就是为了实现利益 权利就是位置嘛 他虽然这个是相关联的位置和利益的相关的还是不同的 利益就是具体涉及到金钱啊 什么福利啊这些 然后就是影响这个策略 党派和政府的策略 政策路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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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促进就是一个 嗯 一系列的 价值 就不知道这个价值是 只是世界观方面的 或者是 宗教方面的 估计是日本人的宗教观点不是太强烈 或者政治方面的 也 意识形态方面 就是这些 然后就是说功能主义 就是功能主义 就是功能主义 就是它持有的追求功能性 日本党派内的功能主义 中文好像有更精确的说法叫什么 我忘了 好像就是功能主义 就是党派多极性 或者叫什么 多宽 光谱性 或者什么 在日本的政治系统中 是受到这个 呃 占董乱地位的自由民主党的限制 因为它一党独大 就限了党派多样性 啊 党派多样性 但是它是党派多样性主义 实际上就是党派多样性 嗯 在这个1955年自自由民主党建立 以来啊 嗯 至于1993年94年和2009年 是有别的党派来执政 其他都是他们自己执政 嗯 这应呢 潑托罗 潑托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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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人的意思 十四年 尚派ort 这近几年就研究法律 就没怎么再研究,对,潘塔诺基就是赞助的意思 他自由民主党的党派团体,他就是填补了或者是扭行经典的传统的 或者是叫什么,赞助人或者是叫什么,保护人 不知道大家就是那个中世纪时代就是后台的意思 对,准确的说就是权力后台的意思 就是这些党派,这些团,不叫党派,叫什么派别 就是党内的各派别团体 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促进自己的领导地位 在议会中所占的分量,实际上就是在权力中所占的分量 然后就是扩大他们的机会,什么机会呢 就是让他们这个自己的人,自己党派的领导人 不叫党派,自己团体的领导人,派别的领导人 能成为党的领导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方面或者叫是 对立面呢,相反的呢,就是 这些团体的成员呢,他们就是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经过他们的那个党派,经过他们团体头目的权力的扩大 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助力 像这个成为党派候选,呃,议员的,被提名为候选人呢 或者说这个得到政府啊或者党派里面的党里面的位置啊 全,全,叫什么,重要的地位,重要的位置啊 然后他们这个关于这个他们内部的团体之间也有联盟 实际上你就可以把这个美国的自由民主党看成一个多党制的一个体系 他们内部也有什么这个党派联盟啊 然后派别联盟啊他们也进行这个勾兑磋商 然后根据各个团体的力量大小 然后他们也决定谁谁去当这个党派的头目 或者是甚至这个政府的首相 就是充分的交易勾兑 然后就是这个自由民主党里面的派别啊 是非常官僚主义化的 官僚主义特征非常明显的 就是一个就是成为这个主业 也就是成为他主要职业的 然后内部有等级制 黄泉式集 叫什么非常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式的 嗯 然后他这个也有一定的透明度 透明度也比较高 这还是比较好事 这个官僚主义一般给人的感觉就是透明度不高 但是他只是内部 只是在他们这个投资党的议员内部是透明的 这估计也是为了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嘛 透明才能更好的合作 Gremium 还有一个词 我忘记他的意思了 我查一下什么是Gremium 那他们内部也有机构 有意思啊 像政府机构那样的 Number of members in each LDB function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 我看一下放大 最大号 看一看 OK 这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由民主党各个派别里面的这些成员的数目 最大的是Hosoda 我也不翻译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翻译翻译 这什么意思 他有95名成员 然后就是Nukaga 53个 大家可以自己揭个图 然后一个个的查 然后是Keshita 45个 Asu 36个 Likai 34个 Ishiba 20个 Ishara 15个 日本发音好像这个 R不发音R 原来相当 Ishara Ishara Santo 是10个人 Ishara 15个人 然后就是 Unaffinated 就是没有进入联盟的 没有联盟的他们有99个人 也不少 OK 我们再看一看后面是什么 然后就是他介绍了这个日本党派内部的这个团体 形成的原因 这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他们社会结构有关 就他们在他们日本国内啊就有很多社会中啊就社会结构结构中就有很多不同的团体 估计就有一点像这个皇权时代中国的这个乡叫什么乡身 乡身结构 商会啊什么手工业者协会啊他们都有联盟 这个有关系 然后他这个关键词就是啊就是什么团体主义 就是估计日本社会中有各种小团体 然后就是也有这个叫什么机构性的解释 这个一个方面就是1947年1993年他们的选举体制 因为他们这个都是中等大小的选区 然后每个选区有四个名额四个这个意愿名额 然后一个一票啊对一个叫什么确定的候选人 然后这样就导致了他这个形成党派党内的派别联盟了 因为他们党内也有竞争嘛 你一个选区可以选四个人 然后这四个人可能代表不同的党派 不同的内部派别的群体的利益 所以他们就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的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分散的叫什么竞选经费的赞助 因为当时是直接赞助给竞选叫什么候选人自己 所以他们就个人就各自为政的 然后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 自从这个1994年的选举法的修订以后 然后就是形成了这个赞助通吃选举制和这个比例选举制 就是根据党派名单选举的 然后1994年就是党派竞选经费也有点改变 自从那以后就是日本党内的这个派别主义啊 他们的影响力就慢慢减低了 因为是大家捐钱的话都捐给整个党派 就是不是说是你有影响力大你就得了钱多 你就可以成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自己周围成立一个小团体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集体自卫权或者防卫权的权利 那就是日本宪法的第九章第二条 就是拒绝以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 在这个所以他这个有规定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不高兴 他们没有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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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是 这是另外一种表的方式啊 就不是没有这个组建陆海空军的权利相反 他有这个义务不组建陆海空权利 或者不保持不持有 不拥有陆海空军队的权利 就是他义务 然后就2014年7月1日 呃内阁决定 他们要实行集体自卫权 集体防卫权 集体自 啊 这叫什么 逐字翻译 一个字一个字翻译 集体自我防卫权 呃 然后就是 他们要对这个 宪法中的这个宪法第九章的和平条款要进行重新解释 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伪法 伪罪最高法院可以经常随便解释法律 一会什么援手终身制 一会什么废除终身制 一会废除任期制 就这样 一会希特勒化 一会 嗯 叫什么 九人集体独裁化 或者是七人集体独裁化 然后又变成了希特勒化 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到现在呢 日本只是对这个自卫权 呃 日本现在只是他只有自卫权是得到国际确认的 也是包括得到他国内民众授权的宪法的确认的 他1950年代就是有这个国民自卫队的就是自卫权 但是他没有这个自卫权和这个在国际争端中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解决是不同的 你如果和别人有争端呢 你用战争来解决 那就不是自卫了 你可以出主动出击了 所以这是不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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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查一查 这是很久以前 嗯 嗯 OK 他这个就是 嗯 他不是和美国有这个安防协议吗 他就是在这种联盟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进行自卫 就是如果有人攻击美国 他也可以帮忙美国自卫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国际条约的规定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 他们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进行这种改革的 就是说他们这个新宪法解释啊 是为了适应这个现代化的呃 呃 威胁 威胁情况 威胁环境 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中国 主要就是中国 就是不但增强的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新的安全策略 像这个主要是哪些的 嗯 从这个百分之二零六的均费预算 哦 他在 这是二零一六年初的资料 然后就是他在未来五年中 嗯 将这个均费预算提高2.6% 那以前非常低单 去提多少不知道 前两个好像提到过 好 结论 看一下这是快完了 哦 快完了 那结论是几条 总结的几条 或者总结 一个是 嗯 高负债者 但是也是 就是 据世界领导地位的经济体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的这个企业就是互相联网的很好 充分联盟的 特别是在这个东亚 然后就是铁三角 那铁三角的一个就是官僚主义 一个就是 自由民主党 一个就是跨国公司 大集团 这就是斯维塔 也很难改变 就是利益 记得利益集团 然后就是 团承一下什么 嗯 派别主义 党内的派别主义 然后就想继承 意愿 或者意愿的议习的继承 这个也有意思吧 他们就是叫什么 家族化 然后就相对弱的这个社会 公民社会 他们公民权利也是相对弱 和这个工会系统 工人权利也比较差 然后日本左派权利非常 左派的力量非常弱 那就是自由民主 加上这个日本的特点 有意思 就不正式的政治 不正式的政治 不正式的政治和政策 然后就非常亲近的关系 所以这些人会介于国家官僚和这个经济 所以这也是汉文化传统的闭端 或者儒家文化传统的闭端 所以今天就讲完了 也快一个小时 五十三分钟 比较慢 一个是睡得太多了 或者是之前睡得不好 今天补觉了 头脑不太清醒 另外一个也有点感冒 就有点问题 我那个门前的那个 空气质量监测器 总是想 每天想 然后找到那个 换了几次 然后又他们那个 物业也换了 估计 不知道为什么 天天想 我估计是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我 住处放了污染 叫什么放射源 或者有什么有毒的东西 不断释放有毒的物质 反正那个东西天天想 估计 昨天刚安上的 然后又想了一夜 今天 这个负责的人 又把它吓下来 扔到那 扔到另外远一点的地方 还是不停的闪 不停的亮 因为你不把它挂到屋上 那么它好像不响 但是它不停的闪 那灯还是不停的闪 估计还要找专业政府部门 进行检测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搞鬼了 反正我只要是在我房间 现在呆着就是头疼不舒服 现在马上我们生涯已经 昨天开始已经放假了 然后教授也提前一个小时 本来是16点下课的 他说我们不愿意让战友你们太多时间 我们早就已经盼望着放假了 然后就提前一个小时下课了 然后就是从正式开始 然后到元月7号还是几号 我具体还没看过 我现在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星期一正式开学 中间就很长时间两个多星期 我看一下 今天才21号 从20号开始放假 放到应该是7号 去年也是7号 今天也是7号 应该就是7号开始上课 再上课吧 但是马上要考试了 1月30号就要考试 所以也没时间去 本来我被邀请了 一个美女邀请去瑞典去 去她那儿过圣诞节 考虑一下 经过强烈的思想痘症 决定还是留下的学习 今天也是星期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现在虽然 习特勒不允许大家过圣诞节了 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虽然我认为这一切宗教 都是被统治阶级利用来愚弄人民的 但是这个节日只是一个借口 用来放松自己 我也不反对大家去找亲人 或者什么的 这是你的自由 只要你不伤害别人 不强奸啊 或什么的 都无所谓 什么人生活着 我们活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 本来很多虚幻的 你没有得到称佛之前 你就按照想着做吧 只要不做坏事 OK 谢谢这个仁涛同道的留言 保重 大家也都保重 OK 拜拜